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收盘分析 大盘在今天是一个震荡 我们都知道本周将会迎来最重要的大选的一个行情 那么大选的走势肯定是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走势行情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分析这两天所谓的技术分析 以及大盘运行的轨迹了 一切等待特朗普公布了 特朗普或者是哈里斯最后谁会胜选 那么并不会有单纯的特朗普当选 或者是哈里斯当选 大盘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两者的博弈之间 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我们是无论是当年的特朗普和希拉里 还是后来的特朗普和拜登 我们其实都中间都是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无法预估 但是大选结束之后分四种情况 我可以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最后谁会当选 也无法知道谁会横扫 或者说是两党制衡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市场分为四种情况来看 第一种情况就是特朗普当选 共和党横扫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认为短时间之内 对于美股是短多长多 这个长我把它周期放到明年一月份 就是三个月的周期 我觉得无论短期还是未来的三个月 大盘都会去往上涨 尤其是特朗普的交易会卷土重来 如果说是特朗普获胜 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众两院 是平分的席位的话 这就有变数了 这代表特朗普想推行的政策 并不会那么容易 就把这个政策给推行出来 它会有一些的制衡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认为大盘会短跌 然后长涨 如果说哈里斯获胜的话 哈里斯获胜 哈里斯是一个碾压式的获利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短多和长多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是哈里斯获胜 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是分庭抗礼的话 那我觉得短线还是涨的 但是长线我说不好 长线我可能倾向于下跌 我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这个时候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 我觉得肯定是对我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但我想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 听我们的节目 无非就是觉得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金融知识 会有一个更多的交易经验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明确的观点 我丝毫不介意来分享我的观点 但是大家在下单交易的时候 你还是要基于你自己的仓位去操作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一次是因为我不知道谁会当选 我只能说如果哈里斯 如果是当选的话 我认为大盘会强力走高 会一路拉升 如果是特朗普当选的话 说实话 我反倒会担忧一下这个市场会出现一个间歇性的下行 因为像这个马斯克讲的 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 那么美国可能会承受短期上面的这个波动 因为他要大洗牌 有很多的这个洗牌的动作 其实鲍威尔和耶伦现在也在等方向 我们未来美国终究还是一个看基本面的市场 无论你是谁当选总统 奥巴马也好 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无论是谁当选 我们从 我们看到了美股就是一直在往上涨 因为这终究是一个讲基本面的市场 我们还是要看美元的变化 利率的变化 现在是特朗普当选之后的话 利率政策会有一定的改变 那这个美联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特朗普当选 我认为美国的降息会中道崩促 可能会最多再降一次 可能美元 美国就不会再降息了 那会对大盘的影响 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 好吧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点 我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数据 就是刚刚讲了 再重申一下 如果哈里斯当选的话 我认为大盘还是会强势的走高 我不认为哈里斯当选 因为大家都在讲哈里斯当选之后 大盘就会大跌 我不是这个观点 我反倒认为特朗普当选的话 大盘可能会有一个下行 这是我个人明确的一个观点 好吧 然后今天呢 我也没有做仓位上的改变 我呢还是在持仓 等等看吧 等等看明天的这个行情 然后我们再说吧 明天我还会和大家再去做一期的节目 我们再稍微的去跟进一下 但是明天结束之后 然后呢周三 美联储公布完利率决议 那么市场也就基本上尘埃落定了 白宫下一任的这个权利呢 就会去进行一些交接 所以这个周星期天 我会有一场讲座 这个周星期天 我们就来谈一下 谁当选 当选之后 我们如何看待接下来的 两到三个月的一个走势行情 然后呢 各类资产进行一个走势的分析 比特币黄金原油 然后以及我们会关注哪一个板块 去进行交易 那要等大选尘埃落定结束之后 我们再去做这个讲座 所以呢 我们的时间就是定在了 这个周星期天 然后东部时间的晚上八点 西部时间的晚上五点 好吧 大家可以去扫我们屏幕上面的这个 二维码和我们的客服去 报名 然后呢 如果你有客服的话 大家就直接去联系客服就可以 没有客服的话 大家可以扫我们这个二维码报名 我们是一场闭门的讲座 你只有报名才有链接 好吧 当然你没有时间看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个视频回放的 好 我们的客服会帮助大家去报名 好吧 我大胆的给了我的一个观点和想法 但是也仅仅就是观点和想法 因为最终呢 还是要靠市场去确认 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交易依据 我甚至都没有基于这个呢 去做什么交易依据 这两天营绕在我脑海边呢 还是一个要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 减仓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英伟达呢 这个图形还是非常漂亮的 它整个的这个日线图啊 30分钟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形态 肯定是没有空头的姿态了 我再度强调一下SMCI 这个股票 它是不可以去进行一个抄底的 那么SMCI呢 明天盘前可能会公布业绩 你要知道SMCI 它到底的问题在哪一个地方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 它的财务是造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把H产品的服务器 美国最高端的 明令禁止的 英伟达的产品 它卖给了中国 以及一些东南亚被禁止的国家 是不允许卖给中国的 但是它就把这个产品给卖到中国了 这是走私啊 大家知道吗 那么因为这一部分的走私的钱 它是美国政府明令禁止 不允许卖的 可是呢 它却把这个产品卖给中国了 那这个revenue怎么算 它一定要去找一下批包一个公司 然后说是我跟他的进行一个合作 这些东西最后是要有审计签字的 安永都退出了 没有人给他签这个审计的字 他这个财报是不生效的 大家知道吗 所以他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走私 所以被迫要去做财务造假 当然他的revenue 他的营收这些都是真的 只是他因为走私 所以他没办法要给财务上去做一个假 他要给自己的进出款 给一个名目 才可以去对给上市公司 带来一些业绩性的交代 这是他现在的这个问题 那你想想 美国得不得收拾他 你犯了你这个走私的问题 你把美国禁止的 禁止你把产品输送了给中国 你还给输送了 一顿严防 你是危害到国家安全了 你说SMCI能简单结束吗 罚款是必然的 摘牌我们不知道 走着看 管理层必然清晰 有没有牢狱之灾呢 都是我估计会有的 好吧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祝大家晚上愉快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